1962年,剩下香港某富人区的一栋豪宅中,一名女婴姑姑坠地。 在她降生的同时,在上海沉浮十余年的何鸿燊拿下了梦寐以求的赌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赌王之路。 一向严肃的何鸿燊久违地露出了笑颜,抱着这个眼神有黑的小女孩不撒手。 作为一个相当相信玄学的人,这位父亲打心眼里觉得,这个女孩是能带给自己惊喜的信任。 于是对这个天选之女从小就宠爱有加,宠成了家族中人人褪毙三摄的吉祥物一般,碰不得磕不得。 这位靠着赌牌改变一生的大名鼎鼎的赌王和红身。 而这位从小受尽宠爱的小女孩,就是这个视频的女主角和超穷。 那时候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位小公主此生的命运定会极好,因为她出生在改变赌王命运的那一天。 可任谁都没有想到,命运造化弄人,这个从小被父亲宠上天的小女孩。 偏偏没有过上旁人口中,她该过上的生活,直至今日,依旧孤身一人,无人可依靠。 这样一个本该荣华富贵,儿女环绕膝下的天选之女,究竟缘何一步一步在感情里丢盔弃甲,最终活成了孤独一生的样子。 众所周知,何超穷的父亲何红身,是个标准的风流大嫂。 在娶何超穷的母亲蓝穷英之前,就已经有一个郑公娘娘了。 这位郑公娘娘呢,就是出身名门望族,家世相当显赫的澳门第一美人李婉华。 何红身和李婉华相遇的那会,正是自己最落魄的时候。 很难说清楚,赌王对李婉华是真爱多一点,还是想攀附离家的权势多一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创业初期的何红身,就是借着妻子李婉华家族的事,才从低谷中爬了出来。 那个时候真爱和企图的界限,其实已经模糊了。 但李婉华也是个命苦的,三十多岁就身患重疾,头发斑白。 一向风流的何红身自然是要给自己谋求福利的,于是才有了二太太蓝穷英的存在。 虽然蓝穷英从十四岁开始就被何红身纳入后宫,极尽宠爱。 但说到底她就是在厉害,在雷厉风行也只能成为赌王的二太太。 生下何超穷之后,蓝穷英并没有像普通母亲一样陪伴子女长大, 大多数时间依旧跟着丈夫天南地北地谈生意。 因为母爱的缺失,何超穷从小就替代了母亲在弟弟妹妹们生活中的存在。 平日里除了读书,就是照顾弟弟妹妹,像个大人一样非常有责任心。 谁不喜欢听话的小孩子呢?何红身也不例外。 他想着这孩子出生时就给自己带来了好运,又这样懂事事的潜力股。 所以何红身对这个懂事的女儿,就多了几分偏爱。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何超穷成为了一个没有感情的学习机器。 别人冒昧以求的豪车、豪宅以及优质的教育资源, 对何超穷来说都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但在这样日复一日,毫无波澜的生活中, 进入青春期的何超穷也像同名的小丫头一样开始渴望自己的一中人出现。 这个时候张国荣出现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和明星见面就等于天方夜谭。 但对于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何超穷来说, 见明星的机会多不胜数。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再一次在普通不过的宴会上, 他隔着三五人群,看到了温润如玉的张国荣。 年少的何超穷就这样被震撼到了。 也是从那一刻他才明白原来世间所谓的美, 是可以这样叫人惊心动魄。 他大着胆子靠近哥哥,张口第一句却不知道说点什么。 何超穷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小心思, 不想被任何人撞破。 他会利用自己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 制造无数个在宴会上偶然相遇的戏码。 还会因为能和张国荣共舞一曲, 兴奋到失去面部表情管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方间盛传张国荣退出歌坛是要与何超穷完婚。 但身为女主角的何超穷知道, 这段美好的初恋还没开始, 就走到了尽头。 了解张国荣的人都知道, 张国荣从来没有真正想要跟女人共度一生。 所以纵然何超穷家世优渥, 纵然赌王对张国荣相当满意。 但俩人的关系并没有啥实质性的进展和结果。 19岁那年, 何超穷遇到了自己真正想要亲手一生的良人陈百强。 这一年从国外进修结束的何超穷抱着体验生活的念头, 在突破中客串了一个小配角, 好好的过了一把演戏的影。 而这部电影的男主角, 就是让何超穷痛苦了半辈子的陈百强。 两人见面的那个瞬间, 两颗同样孤单的灵魂仿佛同时颤立起来, 也是从那个瞬间开始, 在豪门中独自打拼从不示弱的何超穷知道, 自己以后的爱和孤独都有了着落。 他想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就这样沉溺在陈百强的温柔中。 二人经常像连体英一样出双入队, 还总穿着不怎么明显的情侣装。 互相看对方时, 两人都会面颊飞红, 还伴随着甜蜜的怦然心动。 但理想归理想, 现实归现实, 他俩之间的那点小火苗, 还没开始就被赌王和鸿燊都投浇灭了。 虽然当时的陈百强名气虽然也不小, 但和曾经的张国荣比起来, 还是有点差距的。 再加上张国荣出身名门, 而陈百强家是普通。 一个出身豪门的公主, 一个忧郁的文艺青年, 无论出身还是家庭都极其不匹配。 和鸿燊自然是不可能同意的。 世人皆知和超穷, 对陈百强爱的深沉。 一个双手不染阳春水的施家小姐, 会体贴地帮他整理衣领。 会在陈百强喝醉之际, 将满脸通红的大男孩揽入怀中。 会为他跑遍半个世界, 只为找到他丢失的那款喜爱万分的手表。 会牵着他的手, 看香港浪漫的日出和日落, 但命运不曾放过这对有情人。 后来, 大房一脉最有出息的何尤光在国外无辜隐蔽, 第二有出息的何超英悲痛万分, 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原本最有能力继承自己大业的两个太子一死一疯。 剩下的子女中, 暗自排辈, 也就只有二房长女何超穷能堪当重任, 他更不能让何超穷选择陈百强。 所以他们爱情故事的结局, 让无数粉丝心痛不已。 我们之间虽然没有真正的爱过, 但我却尝到了失恋的味道, 何超穷。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他, 但有些是注定了我们不会成为情侣, 陈百强。 1990年28岁的何超穷在父亲的授意下, 何超穷放弃了自己的真爱陈百强, 和香港传王的孙子许建亨进行了家族联姻。 何超穷甚至都没有真正认真地看过许建亨, 就这样成为了他的妻子。 婚礼在最豪华的酒店伴足三天三夜, 仅场地费就高达两千万, 全港澳有头有脸的名人都倾巢而出。 其中也包括了痛失无碍的陈百强。 面对昔日知己红肿的双眼, 何超穷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何超穷想象着如果不能一见钟情, 那就日久生情。 毕竟自己都已经成为了他人的妻子, 总该忘掉以前的前尘往事。 但他没有想到花明在外的许建亨, 并没有因为取到财貌双全出身显赫的何超穷 而有所收敛, 还是榴莲花丛乐不思蜀。 不仅和各种嫩磨打的火热, 还经常在外面夜夜声歌。 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 何超穷化悲愤为力量, 成为了商场有名的铁娘子, 和红身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同样痛苦的还有灵魂, 近尸的陈百强。 在何超穷嫁作他人妇之后, 曾经活泼开朗的大男人一夜间丧失了所有生机, 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在何超穷结婚的第二年, 毫无斗志的陈百强不顾所有粉丝的反对, 离开了自己曾经热爱的乐坛。 过上了不是在喝酒, 就是在喝酒路上的颓废生活。 也是在这一年, 醉酒后的陈百强实在不堪忍受孤独活着的痛苦, 借着酒尽服用了大量药物。 虽然事后很快被挚友送往了当地最知名的医院, 但是已经回天乏术。 在经历了长达十七个月的昏迷之后, 身体各脏气不堪重负, 在沉睡中离开了冰冷的人世间。 这也成为压垮和超穷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得知陈百强的死讯后, 这个一向坚强, 从不肯在别人面前落泪的女孩第一次在镜头前落泪, 随后带着微笑与委屈笑了起来。 何超穷没有像众人想象中的那样痛哭流涕, 也没有歇斯底领。 陈百强身边的志友见词, 都冷笑着说, 看了, 这个女人是多么无情, 陈百强都为她而死了, 她都不曾有过一丝后悔与亏欠。 但在陈百强出殡当天, 一身黑衣的何超穷不顾所有人的反对, 就那样倔强地站在陈百强临前。 抛开世俗, 顶着许佳儿媳的身份, 为陈百强扶林。 三年前你微笑着送我出嫁, 三年后我微笑着送你离开, 这可能就是这遗憾的爱情吧。 你得到了别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财富, 就要甘心忍受自己挚爱的人离开。 从那以后, 何超穷终于看开, 终于接受, 也终于释然。 陈百强的离开, 是对他人生最惨痛的打击。 那个渴望爱情的小女孩, 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何超穷拒绝与丈夫住在一起, 抗拒他的每一次靠近, 两个人同床异梦, 成为了一个不问风花雪月, 一心投身事业的商场铁娘子, 成为了父亲何红参的骄傲。 他的事业涉及许多不同的行业和领域, 在香港, 澳门开设了多家高档餐厅, 桑拿玉市, 还开办了众多证券型和高尔夫球场, 同时还担任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仅用了七年, 他就成为了赌王家族的化世人之一, 香港富可敌国的存在。 任谁都能看出, 何超穷虽然事业顺遂, 但感情生活过得相当痛苦, 赌王和鸿燊也不例外。 他和许建亨一个花名在外, 一个互不关心婚姻名存实亡。 1999年许建亨和李嘉欣一见钟情, 陷入热恋的许建亨每天和李嘉欣如交似妻, 完全把结发妻子何超穷抛到脑后。 第二年, 何超穷就单方面宣布了两人婚姻关系的结束。 2000年恢复单身的许建亨更是彻底的放飞自我, 经常被媒体拍到和李嘉欣亲密的照片。 同年在英皇掌权人杨寿成的嫁女婚宴上, 和超穷和杨寿成的大儿子杨祁龙相遇。 别看杨祁龙长得还挺正派, 但他也是个从小娇生惯养, 在女人堆里混迹的花花公子。 再加上父亲杨寿成的宠溺, 泡女明星可是他的特长, 风流之名比起许建亨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说, 在许建亨身上栽了个跟头的何超穷, 应该最反感的就是这种公子哥, 这俩人应该扒杆子都打不到一块去。 但坏就坏在当天晚上郁闷无比的何超穷多饮了几杯酒, 借着酒敬酒把杨祁龙当成了陈百强, 当场就来了一出头怀送抱。 花名在外的杨祁龙自然是不会拒绝的。 第二天, 全香港的头版头条上都是赌王、 千金和大小姐与杨寿成公子当众搂搂抱抱的新闻。 赌王和洪生对这个从小优秀的女儿很是失望, 但酒醒的何超穷却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如果当年不是父亲执意要求自己联姻, 如今的自己是不是就不会活成如此痛苦的样子。 于是抱着赌气的念头, 何超穷就这样光明正大地和杨祁龙谈起了恋爱。 哪里记者多他就牵着杨祁龙的手上哪里晃荡。 俗话说得好之子莫若妇, 赌王和洪生哪能看不出来自己这个女儿是在故意跟自己作对。 于是一个电话就打到了杨祁龙父亲杨寿成那里, 要求对方好好管教自己的儿子。 那边的杨寿成虽然也是香港豪门家族之一, 但他家的豪门跟何家的豪门一比, 压根就不够看。 所以在杨寿成的介入下, 这段感情最后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自此以后何超穷身边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关于男性的绯闻。 他就像一个看破红尘早已入定的僧人般, 退去了七情六欲,身边只有周迅、刘嘉玲、 钟楚红等女星红颜的出现。 但一个女人的出现, 再次将何超穷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个人就是于征。 2012年,何超穷和一位神秘短发男子, 亲手散布的照片横空出世, 震惊了全香港。 何家二房长公主这是终于再次动了烦心了。 但随着事件的愈演愈烈, 这个男子的身份却再次让众人大跌眼镜。 这个男子压根就不是个男的, 搞半天人家也是个女的, 只是看起来真的很像个男人而已。 这位16岁进入娱乐圈运营圈的大佬, 可是无数香港明星的伯乐, 当之无愧地相将才女。 但也正是因为于征这种偏向忠性的打扮, 让媒体纷纷猜测, 俩人的关系不简单。 面对媒体的无端猜测, 何超穷和于征数度澄清两人的关系。 何超穷说, 于征是我的难得知己, 我们之间也仅仅是好朋友, 以后我不会特地再回应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要理会外界的传言很是辛苦。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其实对于如今的何超穷来说, 什么爱情, 眷恋都已经入白居过系的光阴, 已经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中。 从出生一无所知, 到如今受尽情伤。 何超穷努力过, 拼搏过, 剥携过, 也无助过, 但终究无怨无悔。 如今的他, 在赌王离世后, 将唾手可得的赌王化世人身份, 让给了自己的亲妹妹, 自己谋意闲职悠闲度日。 虽然没有儿孙环绕, 也没有良人相依, 但他依旧活得洒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